字幕志愿者 和JPY キーノ 大家好,我是孫允,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怎麼提呢?就是跌到何時? 討論一下港股情況,今天港股算是OK,雖然很反覆 低開之後曾經跌過,跌到22,600點水平 其後又回頭,一度到升也不錯 最後傳入也有升200點收市,收了23,263點 成交是1,510億,今天市場反覆之後有升幅就多了 有幫,有幫升幅,挺漂亮的,2.7%,不錯的 匯豐都約了很久,今日也帥氣,有2.6% 加上騰訊又向好,領展也有不錯表現,大眾市場 今天最終都保住200點的升幅 只不過港股收市之後就麻煩了,夜期就紅色跌回頭 一度是跌成800點,低水是1000點的,夜期的情況 為何夜期這麼淒涼呢? 也是回到美股的情況 美股呢,今天港股能夠得意上升 沒有受到昨晚美股狂跌近3000點的打擊 就是因為美股的期貨,亞洲時段上升 上升3.6% 道指來算,曾經上升21000點 但是港股收市之後慢慢升幅收窄 現在倒跌,進來檢查的時候 倒跌到200點,剛才看的時候倒跌850點左右 總之整個升幅都沒有了,起碼這一刻來算 跌回頭拖累,夜期就紅色跌下去 這一天也是接下來港股的寫照 因為單是港股自己本身 其實這邊都已經好很多了 其實有權回穩以致反彈 一方面,疫情其實之前控制得比較好些 特別中國方面疫情已經大致受控 當然還有零星的爆發 港股,香港這邊其實都算不錯 但是這幾天又突然間 香港人在外面回到香港 可能又再出現輸入的個案 所以專家所謂第二波爆發的危險 所以疫情,中國這邊好了很多 香港本來都很不錯 但是近來又風險又增加了 總的來說就是這樣 至於股市來說 更加顯示中港這邊的情況 比美國這邊來得好些 首先,內地的股市 上升指數的走勢 今天就看到低位插進去 跌得比較狠的一度 但是考驗就逼近前浪底支持 之後就出現明顯的承接 出現一個陀螺的走勢 陀螺是代變走勢 反映前浪底之前 承接率是不錯的 有可能在這個位置就存定 中國股市是這樣 香港股市都類似的情況出現了 看到就是國企指數 雖然它穿過底 但是也有機會出現 雖然新的腳是低一點 但是也出現高低腳的可能性 而且它也是出現陀螺的走勢 反映前浪底的支持 都是不錯的 前浪底大概9000點左右 支持也是OK的 有承接的 恆生指數的情況也是 看到了 而且恆生指數是比國企指數 稍微優一點 因為它並未穿到之前的低位 之前的低位就是這裏 還未穿的 站在上面就彈回頭 出現陀螺的陀螺 陀螺仔 陀螺仔比之前的陀螺仔更加靚仔 所以現在出現所謂的 單體兩竹身可以叫做 曙光濁然 走勢是不錯的 加上恆生指數本身的估值 這段時間一直是北水方面之外 內地資金一直是暢好的 因為特別便宜 例如最新的說法 恆子已經跌到40年以來最便宜 包括PE 現在十倍都沒有 加上book value 即是市帳率 跌到一倍都沒有 市一倍都沒有 就極少見 根據某些統計 是93年以來的 只能出現兩次 換言之 現在這樣的情況 是便宜到極之便宜 所以單體中港股市 就有權跌完 但最後跌完未 當然最關鍵是看美國跌完未 美國繼續錄一錄一錄一錄 怎樣都是對香港這邊 是有些衝擊的 但是恰恰 在美股的情況 就好像暫時還沒有跌完 所以這就是比較頭赤的地方 一方面 歐美的疫情 繼續爆到到處 暫時見不到 是控制到的跡象 而且有些人更加說 歐洲故之前爆到暖沙龍 意大利和西班牙都爆到暖沙龍 英美有些像爆發之前的武漢 大爆發之前的武漢 至於說到極之危險 總而言 看數字等等 暫時都見不到它會受到控制 所以這就對美國不利 加上疫情的發展不利之外 疫情的影響大家越來越擔心 甚至乎連特朗普都開始承認可能會衰退 之前一直都說是沒事的 不用怕的 美國經濟很好 但是現在 在昨天被記者問到有沒有可能衰退的時候 他終於說一句真話 有可能衰退 這個說法更加令大家擔憂 一方面 看到美國方面特別是央行 出招已經出到什麼資料都出光 有大減息連續兩次 加上QE都重啟 星期一再訂5千億美元出來 駐入銀行體系 但是都沒有辦法令到 美股的跌勢扭轉反而跌成三千點 從點數來說 創出力量是最大的跌幅 為什麼這樣呢 剛才說回 對衰退的憂慮是越來越深 特朗普已經承認了有可能 而專家更加覺得是不可避免 一定會衰退 所以看法就越來越悲觀 包括高盛覺得美股會繼續跌 如果疫情影響到經濟 以至企業的業務 以至企業的營利受影響 就會拖累美股再跌 看現在這麼小 你想說不影響到經濟 看法都非常困難 不影響到企業的營利 都幾乎就不可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按高盛的看法 美股會繼續跌 跌到多少呢 都幾恐怖 因為最新的說法就是 跌勢未結束 仍未見底 標普500指數 2、3、8、6 單看他的說法 要跌到多少呢 跌到2千點 2千點就是跌到三百多點 跌到三百多點 還要跌成多 跌成多 跌成多 所以坦體的基本因素來說 還未跌完 只要看技術走勢 如何呢 就留意兩個位 道指 看的形態 就頭尺了 全都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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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留意著,RSI會不會出現兩次,兩次貝池,會出現三次貝池,大家留意著 總而言,導致的情況繼續有頭赤,單體導致要再跌不少才達到 兩萬點,這個關口能否收到,收不到呢 可能會見到萬八,單體型態是萬九,萬九是前浪頂的支持 可能會見到萬九才有初步的形態上支持 技術指標就是看著RSI,何時出現三度貝池,而引發一個企穩的跡象 總而言,看美股還未跌完,所以港股仍然有機會繼續考驗之前的低位 至少試之前的低位,兩萬二千五左右,大家留意著這位 時間關係講到這裏就差不多了,多謝大家收看